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办这个婚礼 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到底会怎么去走呢 我们马上去看 好我们来看比特币周图 今天的日期是9月19号的3点15分 周图还是一样的要参考的位置 就是这个非常关键的支撑阻力互换位 目前是还没有跌破的 之前呢是获得阻力 那后来呢就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了 而这个位置只要是不跌破 这个M的一个双顶形态呢 是不成立的 因为它还没跌破 跌破了之后呢 才会继续的往下去跌 那我们从8月14号开始下跌之后 你可以看到比特币的周图 都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去盘整 好我们来看比特币天图 这个区域就是我之前早期影片呢 一直有提到的一个位置 而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我们放大这个区域你可以留意到它真的是挑战了非常多次都没有跌破 那现在的这个比特币到底是反弹还是开启这个上涨 而我在上一期影片就提到了 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要上涨 那它必须先要走出这个上涨的一个走势出来 但你可以看得到在于天图它目前整体的一个走势呢 都还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 并没有出现这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反转 好我们看今天的收盘是收了这个非常长的一个上影线 而我们打开这个Fibonacci从这个位置拉到底部的一个位置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0.618位于天图呢 是突破失败的 因为它今天收盘呢也收回来下方了 收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看到比特币是不断的往上去涨 但是如果说去追涨的话 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 你可以看到小时间级别呢 它确实是突破了 但是今天呢就收了这个上影线了 那就代表了这个突破其实是失败的 也可能呢就是又多了之后呢 有很多呢都被止损了 最好呢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等它有了这个回调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去找机会 而且盈亏比呢也比较好 那现在呢我会等的就是我会去留意哦 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飞波纳奇 就是从顶部拉到底部的一个位置哦 而我会去留意的就是这个0.618的区域 就是在28926 而这个是之前也是盘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跌破了之后呢 你可以看它就往下去砸了 所以比特币在这个下跌要出现那个反转看涨了 那我的看法是它必须要先突破这个0.618 然后就是持续的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持续的就是没有创出更低的新低 然后创出新高 接下来突破往上去涨 那这样位于天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转 接下来突破之前的这个前高呢 那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走势了 而目前呢是小时间级别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在天图的级别呢 我们并没有看到就是 它有走出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看涨的一个走势 比特币都还是在这个盘整区域内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呢 要进行操作最好的还是等关键的支撑阻力 就接下来的这个关键的阻力线哦 大家可以去留意这两个 就是之前的前高的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就是在27626还有就是28139 那接下来如果说它有回调呢 大家就可以参考Fibonacci 就从底部拉到顶部的一个位置 那你可以去留意目前的这个Fibonacci 0.618 是在25828这个位置哦 你可以去注意的 而且这一个位置也是非常接近之前的这个支撑区域 所以如果它是有非常漂亮的就是有上涨到了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做空信号 或是说接下来它有下跌到这个位置我们都可以去留意 目前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真的不好去进行任何操作 我们去看一小时 在比特币一小时大家都会去留意的就是这个阻力线 那我们现在来复盘一下我已经调整了这一个时间 那我们来看它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好接下来就是它再一次的去挑战 但是呢我们要去留意的就是它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做空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再继续看 再继续的往上去涨 所以在这里呢它并没有就是出现一个做空的一个价格行为 就是说往上受了一个针插回下来 或是一个恶比吞没的一个形态是没有出现的 所以是没有做空的信号 所以我就在昨天呢拍了这个短视频 就在我的YouTube的频道的shot 我有拍了就是它在这一个位置突破了这个阻力线 所以是没有出现任何做空信号 先不要做空 我在我的昨天的短视频呢就提到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之后呢它就再次的创出更高的这个新稿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就已经提醒了 大家要去注意了没有做空的信号 千万不要去做空 然后它再次的就是往上去涨 那涨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了嘛 它就是出现了这个画门 你看它是直接在这个位置去盘 而且也没有就是明确的 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空的一个价格行为 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它就直接在这个位置就出现了这个画门了 那画门之后 其实我也不建议就是大家呢就马上去开空了 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还是位于这个位置还在盘 而且它就是没有就是创出更低的这个新低 好现在回到来了你看回到来这个旁边了 它也没有创出更低的新低 而且还不断的在挑战这一个位置 所以真的是不好去进行任何操作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行情是非常挑战的 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画了这个门之后呢 其实也没有就是创出更低的新低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说可以再稍微的再等一等 看它接下来会怎么样去走 现在我们缩小这一张图来看 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真的是在一个中间的一个区域 是真的不好操作 今天它下跌也是可以 然后再继续的往上去涨也是可以 因为它不是在这个关键的位置 那也不是在支撑位置 就在中间的一个盘阵 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个位置去多空博弈的话呢 其实是很容易受损的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再耐心的再等一等 看这个比特币接下来的走势 那有上涨到这一个关键的区域肯定是最好的 就是上涨到了这个区域呢 我们就看它有没有做空的一个价格 如果没有呢 那我们就等它到更高的这个区域 你真的不需要担心 你错过这个上涨的一个行情的 因为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天图 你打开天图 你看你就能明白了 如果它真的要继续的往上去涨 它总会有回调 那它回调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现在的这个比特币 在于这一个区域真的是不好操作 那我们就再等一等 看它接下来上涨到了这个位置 或是说接下来下跌到关键的支撑呢 我们这两个位置再去找这个操作的机会 好最后要告诉大家一个好康 就是免费的线下课程 你点击我的频道 点击社群哦 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一个线下课的详情了 更多的详情呢 你可以进群报名 就点击这个telegram 里面不会有任何人就是私下联系你收费 这个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你进到了这个群组里面 你可以点击这一个报名的表格 然后去进行这个报名 你可以带你身边的朋友 只要他们有兴趣呢 都可以带他们来 因为我知道其实在马来西亚都有很多新手小白呢 他是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购买比特币的现货 因为其实在熊市呢 我们真的是最好就是开始学习 然后去建立这个现货嘛 封地去建厂 所以如果说你身边有朋友想要了解的 那他们不知道的你可以就是把他们带来这个线下课 而我自己本身呢是没有去卖任何的课程的 真的是免费呢教大家 好到了影片的尾声呢 要再次告诉大家这个bybit的福利 就是你只要使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所以有很高的充值福利高达3万美金 那还有就是新用户KYC 入金100美金呢 就送20美金了 20美金这一个是你可以提现出来的 或是你可以作为交易 所以非常棒哦 这个活动赶紧注册领取这个20美金 好那比特币分析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帮我的影片点赞哦 感恩你们的点赞 我们下一期拍下来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做一个参考 拜拜